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摘日山BB,说到最后一集 其实都先前一至六的讲完 最后讲旅命有没有紫色 其實先前都有一段片都做了 我變成在這裡截錄先前那段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繼續用八字吹水 今天可以說說生小孩 因為現在都時勢不同 以前那些人因為體力流動比較多,血氣比較好 生小孩撇除了不夠營養之外 以前生小孩是真的相對容易一些 現在可能大家的女士比較少運動,血氣不好 變成生小孩的確是真的很吵架 可能大家都聽過很多情況就是 又會躺不穩 又會剛頭一兩個月可能真的又暈倒 真的要請出一個多兩個月病假 在家睡在床上動作也不能動作 跟以前不跟以前的女人是可以 照樣落田做事 或者照搬搬搬搬搬 是自己大了肚子 一天不見肚子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大了肚子 可以誇張得 他們那個血氣可以旺盛到這樣 我想這個可能是跟體力勞動的關係 其次呢 就真的跟我八折是 是真的有很大關係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 都沒有什麼偏差 都百分百準的 如果你說生小朋友 首先你就 第一件事就要 你有個男人先 如果你又沒有結婚 又沒有男朋友 跟著你跟我說 我師傅你想生小朋友 就對不起 我就幫你不了 這件事 那我最主要是針對一些 就是可能你結婚很久 或者是你都 跟個男生同居了很久 都計劃了生育 而努力了好幾年 都未成功的人 OK 那這個我想今天呢 你是值得去聽一聽的 那通常我們 講生小朋友呢 有一些盤是相對難的 那當然是會有很多種因素 我講一些比較容易見到的因素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種呢 就是 那個時柱呢 就是見證偏人 那以前就說 囂韻奪食 因為女命以食神相關為你的紫色 就是為你的小朋友 那那偏韻就是偏韻呢 就是會 制如你的食神的 或者是會對你的相關 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那其實就不是只是 僱韻的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時柱是見證印 或者偏韻呢 是的確是難生一點點的 那另外就是一些 我們叫時柱逢充 那些時柱逢充呢 就是你的 日柱和你的時柱 是充得很緊要 因為那裏始終是你的紫色弓 那你紫色弓 逢充都這麼緊要呢 是有一個不穩定性在這裏 這個又是會相對難一點 另外一些比較常見呢 就是女命 身太弱 是弱到怎樣呢 是弱到連一點弱筋都沒有 我哪怕你知氣也好 在雜氣庫有少少少少氣在這裏 有少少雜氣在這裏 也好 雜氣庫就是 譬如神色醜味 它有一個 食神相關 的 不好意思 是說日柱 就是你的雜氣庫裏 有你自己的日柱的雜氣在這裏 它連少少雜氣都沒有 知氣都沒有 那這些又是會難一點的 那另外就是 最後就是 可能根本上它的八字 都沒有食神相關 就是都沒有紫色這個因素 都會難一點的 那總括 最大 或者最多機率遇到 都是這四個因素 那 那怎樣去化解呢 其實就不難的 因為 其實我們都是任何東西 就是我們學員學術數 我們 你問我 我們真的沒有機會扭轉一個命運的 要180度扭轉 我都沒有可能做到 如果我做到 我坐了李嘉誠的位置 就沒有可能的 OK 但是我們是會 懂得按著時間 資進退 舉個例子 給你時柱 你是 正偏印很強的 或者你見證偏印的 那你便選一些 行財運的流年 你便計劃生育 因為你財破印 令到你印的力沒有那麼強的時間 你便有機會生育 那如果你是逢充 你的時柱是逢充得很厲害的 你便等去合的年 你便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去計劃一下 舉個例子 比如子五充 那我見 醜年 醜年它合著子 那子五充的力會弱了 那你那些年份 你便會有些機會 對嗎 另外你說身太弱 是 弱得很緊要 連一點弱的筋都沒有 那你便去等一些通筋的流年 你便便去計劃生育 那這個也是可以處理到的 那另外就是 剛才說到 連我食臣相關 我原局是沒有的 沒有食臣相關 這個星在這裏 那就是 原先可能和子息的緣份 就是和小朋友的緣份 可能薄些 那你便等一些 見食臣相關的流年 你便去計劃生育 那其實都是可以大大增加那個懷孕率的 那當然 那數就是這樣計 那數就是我們人為這樣計 那天 放不放呢 的確是 是 是有個天意在這裏 不過就是 我們如果就了這些因素 相對 是會容易一些的 看回一段舊片 那如果關於 生小朋友 特別今天講的是 知識那方面 大家有什麼疑惑的 那儘管留言給我 看看可不可以幫大家解答 那多謝大家訂閱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按鈴鐺幫我 那我有好片的時候 便會通知大家 多謝了 拜拜